我都感觉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讲现在王沪宁已经成为他的兄弟活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十年当中 王沪宁如果说他一直是阻抓中国的意识形态的 他经历了江志明时期 经历了胡锦涛时期 他知道中国的未来发展的趋势 无论是江志明还是胡锦涛 提的都是中国往前走 改革开放 但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 习近平的思想倾向是往后倒退的 那么他要迎合习近平的这些东西 所以编出的那一套的理论 所谓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完全都是迎合习近平的 他以他的这一类的笔杆子 把他自己投靠给了习近平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心入火的习近平的小兄弟 我心入火的 我正好看见网友贴了一个名单 讲这个黄宏明 蔡奇 陈敏尔这些人 单独都是这个浙江的这个省委的领导帮子 加习近平是一套这个浙江的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是可不可以说浙江的小兄弟 现在搬家搬到了这个中南海呢 对 为什么刚才说那个王沪宁是心入火的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从蔡奇开始 他是从福建跟到了浙江 然后再从浙江带到北京 所以我们讲这个入火他的时间有长有短 比方说长的吧 他从八十年代的后期九十年代 他就入火了 然后那个再中间一点吧 就是2000年以后这个习近平到了浙江入火 那么现在到了北京以后呢 王沪宁可能算他们这里边入火最晚的一个 那么再继续